蓝绿白三位总统参选员 五号相继来到桃园参加青年论坛 首先登场的侯友宜 承诺如果当选总统 绝对做到诚信政治 但是当侯友宜发表愿景同时 却不小心 虽然口误把总统说成市长 但不影响侯友宜争取年轻选票决心 而简洁登场的柯文哲趁机大酸 民进党 尽管柯文哲炮声隆隆 但是最后登场的赖心得不及不徐 先端出蔡政府政绩 强调八年来台湾转变 接着再喊出台湾必须分清敌友 我认为就是民主的道路继续走 绝对不走回头 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跟国际的友人 继续站在一起 让台湾在经济上成为日不落 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太阳升起都可以照得到台湾的心理 各取愿景 汉青年互动 会有以柯文哲 赖心得 同场论坛 闲调先 卯足权力 争抢 年轻票员 华氏新闻陈晨 黄州盛 吴全渊 桃源报导 哈喽 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